天下卫视的天下 或是张台生 最近在台湾的一个政治风暴 引起了全球华人广泛的关注 立法院长王金平 他关注一个司法案件 引起了国民党高层强烈的不满 于是国民党祭出了党纪处分 把他撤销党籍 但是王金平利用他的司法诉讼体系 结果居然赢得了第一仗 他的假处分获得通过 保住了他的党籍 还有他的立法院院长的身份 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 倒亡的行动 慢慢地发展变成一个 难以预测的倒马的一个风潮 到底马英九会不会被倒掉 而更重要的是 国民党经过这么样的一个内斗以后 会不会造成他内部 相当严重的一个创伤 进而输掉了明年的七合一选举 以及2016年的总统大选呢 相信这些都是您所关切的 今天我们很高兴 能够在现场 请到两位资深的南家名嘴 政治评论员 跟你一起来分享 分析这个话题 首先给您介绍郭树仁先生 树仁兄你好 欢迎感谢上节目 张大哥你好 是 秉信你好 各位相信大家好 我想台湾的九月政争 真的如主持人讲的 是全球华人最关心的一个事情 到底这个官说 或者是这个政争 这个事件的话 对以后台湾有什么影响 到底是这个制度发生问题 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想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采训 好谢谢 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您熟悉的 李秉信先生 秉信兄你好 欢迎感谢上节目 台湾兄你好 树仁兄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这一次的事件 到底是一个核心价值的坚持 还是一个政治的斗争 我想是有许多层面可以观察的 那当然它也产生了一些边际效应 有人见缝插针 想要成绩倒马 那这个到底会不会成功 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中大家一起来做个讨论 好 我们马上就要来 希尔宫廷他们两位的高见 在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王马之争 台湾何去何从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新闻资料 台湾不大 但政治纷针一直波澜起伏 过去蓝绿豆 海外华人还记忆游升 好不容易蓝营重掌政权 台湾得以在两岸关系顺畅的背景下 聚焦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 偏偏蓝营内部的恶斗 却引发了一场对台湾社会影响至深的九月战争 事情起因于八月的最后一天 在台风康瑞来袭的周六深夜 台湾检察总长黄世民进入总统府 向马英九出示了立法院院长 王金平与民进党党编 柯建民一丝观说的电话录音 9月6日特别侦察组举行了记者会 黄世民向公众披露 特别侦察组应怀疑柯建民立委可能涉及贪污罪而进行监听 从对话中录到柯建民请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代为官说其司法案件 经检查并无贪污嫌疑 但黄世民认为 王金平院长法务部长曾永夫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皇等人涉及官说以违反行政法 在记者会后 马英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两度召开记者会谴责王金平对检察体系的司法官说 并对其施以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处分 使其丧失立法院院长的资格 但作为政坛老将的王金平 令人意外地采取了司法救济的手段 向法院提起确认国民党员资格存在的民事诉讼 9月13日获得法院裁准保留党籍的假处分 赞保国会议长的资格 丝毫不退让的马英九 决议将王金平排除在国民党决策阶层之外 以架空王金平作为立法院长的权利 这场9月战争来势汹汹 引发了台湾社会对权力分立体制 官场道德界限 司法程序正义 监听的合法性等重大政治议题的高度关注与反思 在分析马英九为何对王金平如此决绝时 两岸关系也被牵涉在其中 舆论界认为 马政府急着通过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为以后两岸货品贸易协议 两岸和平协议铺路 但作为立法院长的王金平 却没有出手促成这一目标 而让立法院逐条逐项审查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对协议的尽早通过造成了阻碍 台湾人民普遍痛恨贪污独职 但台湾也有独特的人情文化 马英九同斥王金平司法官说 虽然战基于崇高的道德标准 不过台湾民意对他 趁王金平仍在外国就急于下手 并对国会首长如此不留情面的做法不能沟通 而对低调应对的王金平则深表同情 蓝营的支持者也多担忧党内的分裂 会导致明年七合一选举的败选 更多的民嘴则呼吁马英九 谨守分权体制 衡量社会成本 绿营领袖则因此窃喜 还有人提出要发动罢名马英九 诚然也有部分马英九的忠实支持者 坚决支持马英九的不妥协立场 九月阵争会将台湾引向何处 马王之争后续又将如何发展 蓝营的执政会否受到影响 立法院会因这一阵争影响而空转吗 请收看接下来的天下综合谈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就是 这个马王之争 它到底是一个打击官说 还是一个国民党的内斗 借打击官说来做内斗之实 借打击官说来做内斗之实 你认为呢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王金平 他在机场的记者会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他说他是永久的国民党党员 而且他也会在马英九总统的领导之下 其实这件事有一个特点 就是每一个政党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我们在政党的这个过程当中 每个人都是过客 不管民进党经历过多少的党主席 国民党经历过多少的党主席 而更重要的就是人民内心的一个认同 人民都有两张票 一张是嘴里的票 一张是心里的票 马英九这一次 他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出来 他是要争取他原来所坚持的核心价值 他也希望人民能够再次的认同他 所以你看 所以我认为整件事情来看 这个我们可以从更单纯的方向来看 他纯粹是一个价值上的一个取向 那我想在网院长的部分 他也做相当程度的一个了解 是 有什么反击 但这次的社会观感来讲的话 马英九好像变了一个人 变了一个人 很凶 很凶 就是说这个杀很大 杀气很重 杀气重 为什么你从各方面来讲的话 从这个从司法上来讲 从比例原则来讲的话 你今天处理一个王金平这个案子的话 你是杀流用鸡刀 比例原则差太多了 所以说现在社会认定的话 你根本都是在做政治斗争 是 所以还是政治斗争 你这大是大非的话 是说这个这次给我们一个功课 就是说台湾这个制度出问题了 好 你讲到制度 我们现在接下来讨论的就是 这整个事情的开始 是因为监听 那么这个你看到这个特征组 他对于这个柯建民的监听 后来听到王金平 这个他的正当性如何 你现在是用一个非法的手段 来做一个案子 马亦九在就是说在这个 以前竞选总统的时候 我当选总统以后 绝对没有非法监听 这一次的话就是说 这个特征组的话是违法 因为他就是说监听的A案 他去用B案来 就是说来这个 他提的A案 B案 你能同意吗 其实我想这一点 我要先做一个澄清 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没有监听 大家还记得前阵子 美国不是发生一个 史诺登事件吗 那我相信在中国日本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 为了国家安全 一定要有一个监听的 这样一个做法 那这个今天 黄世民会把这个案子给拿出来 主要是说 他监听柯建民的案子 那竟然听到 这个王院长的 这个这段对话 所以引起了争执 所以整件案子 我们要 我们不要 我们要见数啊 不要看到 不要说只有见数没有见到零啊 整个案子 马英九他是希望用一个道德的一个高点 用一个核心的价值来强调一个司法独立的一个方向 那在过程上面 我觉得黄世民也就是特征组的这个检察官 并没有处理好 所以整件事情会弄到今天好像这个野火烧不进春风吹又生 但是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情形发生啊 不管是马英九总统还是王院长 他们双方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了 可是就好像在演戏一样 台上演戏的人能够非常的平静 但是台下看器的人却是波劳凶荣 好你讲到了这两个人现在都平静下来了 我就想问你们两位还是从你开始先答 接下来问题就是 事情发展到这样 两个人一定是有做对的地方 有做错的地方 请问你王君平或者马英九他做错在哪里 我想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话 这个马英九能错到80%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马英九作为一个这个宪政秩序的话 是台湾是基本上是这个三权分立 你马英九的话帮你的行政权升到这个立法院 然后还升到司法 你想党政军特 然后这个立法院然后司法院一把抓 这是最让人诟病的地方 你说这个话是不是因为他以总统的身份 在总统府开记者会来讲王君平 他如果以党主席的身份可能好一点 对他是这样子 他在总统府开这个记者会的话 让人家感觉就是说这个 他好像是就是特征组的发言人 或者是特征组的检察官 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示范 是那在你看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哪有什么对跟错 这件事只是两个人的角度跟立场不同 我们首先你要论对错 你要先了解马英九 马英九他是一个非常自我执着 而且道德高度很高的一个人 与其说他是政治家 我觉得他更像一个宗教家 甚至像一个像教宗 像是一个宗教领导人 所以他对他的这种坚持 他有一个像洁癖 像一样的不可让步 那我们看王院长 王院长本身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所以有人叫他万应公 他就像是一个菩萨一样 几乎大家能够有求必应 所以我觉得对跟错是很难讲的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整件事情发展到现在 马跟王之间似乎所有的状况 都已经逐渐的淡化 但是有一个边际效应产生 在旁边看的 不管是这个倒马的人士 甚至民进党的人士 想要见缝插针 随时把这件事情做一个 更热的一个炒作 所以可以看到整件事情 事实上现在已经变直了 变直了 是 那么你刚刚提到了马英九错的地方 你还没有提王金平错在哪里 王金平基本上的话 这个很模糊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说 我们为什么不接受马英九人 马英九这个大势大飞 很吓人知道吗 以前的话 他在戒严时代 或者是 或者是中国大陆时候 运动时代 这个执政者常常用大势大飞 一个帽子就给你扣下来 这叫大势大飞 但王金平这个案子的话 不是说马英九说了算 也不是王金平说了算 要法院说了算 所以说台湾老百姓的大势大飞的话 是我们的普世价值 说我们的司法 我们的人权 我们的自由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势大势 是 基本上你不认为王金平有官说吗 不 王金平有没有官说的话 我们也是说 可能有 我们不能断言嘛 谁敢说断言 对 大家都不是法官 今天法官的话 认定他了 然后你的家法 你国民党在家法 你是现在的国民党家法不能大于国法 是 家法不能大于国法 所以现在有这样不同的这种情况之后 给民进党一个很大的空间 于是民进党里面我们看到 他们又要罢免 又要弹劾马英九 那请问你 他们在立法院里面搞这个能够成功吗 其实今天整件事情啊 完全是民进党现在 在他的政策上 或者是在他的操作上 并没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利用国民党 他本身之间所产生的一个矛盾啊 变成是一个炒作的议题啊 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苏贞昌 还是吕秀莲 他们都提出的要弹劾 或者是罢免上的一个操作 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在台湾的 这样的一个宪法上的一个架构啊 你弹劾的话需要有二分之一的 二分之一的人的同意 那罢免需要四分之一的提议 跟三分之二的同意啊 事实上不管是弹劾跟罢免 他的门槛是很高的 但是民进党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没有舞台 他要找一个机会 或者找一个理由来羞辱马英九啊 所以很多事情来看啊 这个马英九是用一个道德的高度 去切入整件事情 但是民进党本身啊 完全只是在政治斗争的方面去着手 谢谢你提的这些数据 那么其实我们如果把它换成这个 委员人数的话呢 也就是说提这个弹劾案 要有13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跑票 如果是提罢免案的话 要有35个国民党立法委员跑票 事实上都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现在另外一个事情 9月29号很多时候民众要走上街头 那我想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我想民众走上街头 这是一个反应 但是据说 据说这是民众走上街头的 不是一个团体 好像有好多团体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效应了 我们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 哪个团体是真的 就是说有公信力 是真的在做公民运动 哪些团体是出来搅局的 缴谁的局 缴民进党的局 缴公民运动的局 换那个换句话说 又是帮马英九解围了 你刚才提到 会有这种效果吗 是 刚才提到是说 就是秉信讲说 是民进党出来建东插针了 我这边稍微要讲一下 讲一下 是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的话 就是说马英九 就把这个事情搞那么大 其实他有一个算计 他想这个事情要造成蓝绿对决 但是后来没有到蓝绿对决 所以你现在要把它炒作成蓝绿对决 对马英九有利 因为他的民调太低了 一对决的话 马上他的民调就往上涨20% 如果造成蓝绿对决的话 会有这么样的效果 但是到底实情如何呢 我们进到广告回来以后 马上继续地为您分析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 马王之争 台湾何举何从 刚才郭树仁先生特别提到 说是其实马英九 它是有个算计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造成了蓝绿对决 对它是有利的 能不能再继续地多说明一下 为什么这样子的 你看就是说这个林义士 或者是赖苏如这个事情 马英九反应没有那么强烈 因为中间牵涉到一个科建林 所以他想把它操作到蓝绿对决 但是的话蓝绿对决 今天在台湾已经没有市场了 台湾老百姓已经抛弃蓝绿对决了 谁要蓝绿对决 老百姓是说漏的 因此的话这个 他如意算盘可能打不成 对 就是说这个民进党的话 也没有那么傻嘛 所以你看民进党谁敢再炒作蓝绿对决 其实这是台湾的进步 我最近倒是看到一个设论蛮有意思的 他说本来是一个蓝绿对决的事情 他们现在说这个民进党好像是一个叫做机会主义 什么叫做机会主义 你看到一个决定好的机会来 要好好的利用一下 其实今天一个最关键的 在王金平在国民党内部已经遭受一个这么大的压力 甚至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处罚 但是柯建林呢 柯建林好像没有事一样 当然前两天他已经自行处分了 但是比起这个比例而言真的是差了很多 那我们再看这个立法院在开议的时候 那个在前面党的全部都是民进党的人 你看到这个王金平院长 他是蛮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他希望能够回到这件事情的最原点 也就是要让这个议会的议事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 但是被谁利用了 被这个民进党给利用了 所以真的我们是不需要有蓝绿对决 我们也不需要有蓝绿的情节存在 但是当你这利用的立场下去处理的时候 会不会反而让整件事情变到另外一个品质 他说说话你同意吗 我想比起兄我只要呈现一下 这一次的九月政争 完全是这个马英九跟黄世民发动的 也不是王金平发动的 也不是这个柯建民发动的 当然更不是民进党发动的 民进党发动的话 能帮马英九的这个民调打那么低吗 你不是高跟民进党了吗 所以说这个是解铃要去吸引人 你马英九的话如果再继续搞下去的话 九二到六点三都可能 都六点三都可能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其实你看整件事情 已经在马跟王上面的这个戏 已经慢慢停下来 就像马英九他自己说的 政务照推官司照打 官司照打是在他自己的核心价值上 他有所坚持 政务再推是希望事情都回到原点 能够继续推下去 可是现在到底是谁让政务推不下去的呢 那是不是在利用他的 我觉得看事情你要从这个方向下去看 所以他还是坚持 那是因为民进党在那搞 所以意识瘫痪 我想秉信提了好几次 马英九有核心价值 马英九没有核心价值 为什么这样 这个倒是很少听到 马英九现在讲的话 都是他以前丢下了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以前对别人的道德批判 现在全部回到他身上 是 说什么破坏司法呀 对于这些方面讨论的都非常好 我比较关心的是 929的群众运动 可不可能发展成当年像这个红山军 去抗的拉点一样 有这么大的规模 然后每天这么多人聚集在那个地方 有没有可能 是啊 就是说照这个 照整个情势是有这种可能 但是 但是就是说这个这个国民党有 以前有这些红山军的经验 他他就说 我觉得了 他是另外有两个团体出来 变成这些三个团体 让这个让整个事件能够稀释 但是但是能不能稀释 还要观察 还要观察 其实 台生我觉得那个素人熊 你把这件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人家说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当初红山军是怎么起来的 红山军起来是因为阿扁贪 贪污是一个道德标准上 极大的瑕疵 所以集结这么多的红山军起来 那今天如果这个白山军跟黑山军出来 是因为马英九他在这个司法 官说上的一个坚持 这个坚持起心动念是对的 而集结这么多人 那我觉得你太小看 台湾人民的一个智慧了 其实这件事情上 在王院长立场 他已经交给司法去判断 到底是关心还是关说 那在宪政上 事实上现在并没有破坏 还是继续在意识规则在 继续走下去 那在马英九的 马英九总统的立场上 他也是希望这个正式照推 所以你看党内 有许多人已经出来 希望能够让两方能够相互和解 我记得以前就是所谓 连魄跟令向如 将向和 将向和国家才能够继续的推动下去 国民党本身才能够回到一个最原始的阶段 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两位 就是1985 他们搞了一个白山军 然后就是因为一个事关的死亡 一下子搞了20多万 情形之火 对 情形之火 然后另外还有 这个动机是很重要 当初这个25万上人是因为一个下世之死 是经过一个不当的一个过程 就是杀鸡烟又牛刀 你要处罚他 怎么把他处罚到死了 那今天的关键是说 王金平院长在关心跟关说上面 可能还没有厘清 但是现在所有事情都基本上 还是回到原来的状况 只是有些人想要利用这个矛盾来加以炒作 是整件事情他发展的一个 而且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台湾的社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什么事情就是要倒马 包括一个药房老板 逢马必反 逢马必反 不管是对还是错 包括一个药房老板 他自杀可能是自杀死亡 然后就有大学生跑到马英九的官邸 然后说是个总统杀人 那么他们要开始搞 有没有可能虽然没有当年红三军的那种说 阿扁贪污的这种动机 有没有可能因为台湾社会现象的扭曲 搞到后来一大堆人就搞成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 OK 这个马英九五年来的话 他的政策的话 没有一样能够顺利推动 他没有信用了 已经没有信用了 他信用已经破产了 所以这一次的话 刚才引领兄跟红三军比 这一次的那个层次 这个公民运动层次更高 你马英九是违宪 你是乱政 违宪 你把你的手伸入司法 这是所有的知识分子 以前就是说这个时代 一想到这个东西 就很怕的事情 所以这一次的话 导贬的话 它的层次是说是一个宪政 一个宪政危机 导马也不是导贬 这个宪政危机 它那个层次比红三军还要高 但是它会有什么结果 现在大家还要观察 还要观察 马英九为什么呢 马英九的话 最近一个短片 2006年他怎么样羞辱阿扁 他说你的民调18% 不需要你违法了 你就要自所进退 你就要知羞耻 你就要下台了 所以说 他现在自己9点多 这个你怎么解释 其实民调上上下下 这个有高有低 有时候你要以平常心去看 但是从这边 你可以看到马英九 他有一个特质 叫做虽千万人无亡也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三行 其实他这种情操是一个宗教家的情操 但在政治上可能他自己还要有所修正的地方 但是你说他是一个坏人 或是他有贪污之念 我看那倒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件事情已经有点叫做船过水无痕 那国民党内也慢慢起了一种声音 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那是不是还在这个无痕的时候 一定要炒作出一些痕迹出来呢 但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船过水无痕的这个情况 有一个是船过现在还在那边有痕的 那就是我们看立法院一开议 王院长坐在上面 然后民进党在那边一搞 然后行政院长 所以叫做机会主义 所以你看这个社论上面 用一个机会主义来形容那些站在前面的人 我的问题是说 有这样的院长站在那边 意识就不脏 就瘫痪 那么你们认为 马主席怎么破解这个情况 这个绝对不是船过水无痕 我没有一句俗话说 走过历史必留痕迹 所以你解铃要细铃人去解 所以今天就是马英九以前很多状况 就是人家说他叫道歉总统 你江一话也是 很诚心的到立法院道歉说 我行政权侵犯到立法权 你道歉我想大家都没有话讲 马英九跟江一话要道歉 马英九跟全国老板去道歉 江一话也要散传 其实啊 素文兄 我就泡句话你来讲 解铃还需气铃人 今天是谁把铃挂在树上 是那群站在前面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今天到底是谁 谁让义士走不下去 不是王金平院长 他是一个无故的说话 那些人应该道歉 是那些人啊 他让义士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他操作一个起来的事情 来变成是一个似乎无法去推翻的理由 所以道歉 当然你今天你说江一话跟马英九 他在操作上 可能在做法上有些不尽圆满 或是理想的地方 但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我们的这个政务推不下去啊 我想这些人是需要下去解铃 所以有人是要道歉 但是呢 他认为不是他们俩 而是那些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我觉得这个覆水难收啊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马英九当初就是说 打王金平的时候 一点都不留余地嘛 这就是你打到自己 搬石头砸自己脚 你不留余地 你连自己下台阶都不要拆掉 认为说一定 你是道中高度的大是大非 对不对 结果不是嘛 老百姓的认定 你看今天有一个现象 这旁边的人都把王院长叫去 王院长本身倒是非常平常心 他觉得一切事情还是 他是永远的国民党员 他也愿意继续在 马英九总统的领导之下 一切事情希望回到原点 为什么你们不让他回去呢 时间的关系呢 其实有很多还要讨论的 但是最后一个问题 两位各用30秒的时间来回答 就是这一次的马王之争 到底对于明年的七合一选举 以及对于2016年的总统大选 是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当然多少会造成影响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就看民进党有没有智慧 现在这个球 就丢了民进党这一面 你认为呢 我觉得危机就是转机 本来两个人在风格跟作风上 可能不太一样 经过这一次的事情 会不会更加的融合 毕竟我看马王之间一直讲 叫做团结力量大 有的时候经过磨合融合之后 让整个大家更能议题 彼此没有心结 可能是国民党转型的另外一个契机 是 所以也有可能现在看起来 衣服好像这个倒马 国民党闹得很凶的样子 但是也可能是国民党 重新再起来的一个契机 所以我们当然大家都知道 搞政治虽然它也搞权谋 但是难免大家也是希望 能够一切是以核为贵 今天我们的分析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非常感谢您收看 也感谢两位来宾来到现场 来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次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